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书砍世界 我的朋友说我最近几天比较高产 一天要录制好几个节目 实际上的确是如此 今天是5月12号 也是我做油管节目两个月的纪念日 其实我有油管的账户已经停久了 虽然去年就有了 但是一直不知道干嘛 所以也没有录制什么节目 就是最近不是闹了这个疫情 实在是没事干了 后来我不是又上了冬哥 冬哥蜡瓶小冬的节目吗 我觉得冬哥都很火爆 我说冬哥做的节目非常好 我也是天天看 特别喜欢看 而且今年1月份的时候 在北京跟冬哥见了面 我觉得我这个账户是不是也应该做点什么节目 这个疫情来了 你看我在这公司里的办公室里 的确是没什么事 是吧 后来我就说 那我也开始录制这个节目 录制这个节目 那么我昨天查一下 这个节目正好到今天为止 是两个月 粉丝本来从零到今天好像有219人了 还算不错 实际上像我们这种人 对吧 拿来赶来玩 是不是 分享一些个人的经历 个人在美国这30来年的故事 其实也挺好玩的 我也不想说是拿它来干什么 那么也有朋友问我说 因为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小孩经常嘲笑我 我大丫头 说这个 爹地 因为我过去公司也有一个频道 后来把它放弃了 他说你怎么只有6个人 6个还是8个人粉丝 他说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生意 你也不会玩这个东西 我说是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他就经常说 我老大今年昨天14岁的生日 昨天刚刚过生日 然后他这个大丫头就跟我讲 他说 说爹地 你根本就不会做生意 你看我家小孩教训我 你不懂得什么叫行销 什么都不会 因为我小孩他挺聪明 他自己就是说 他要立志 他今后要开自己的公司 要自己做自己 这个时装的品牌 所以他设计时装 还要设计这个女生用的手带 他每天就在家里 就画这个东西 他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那么 后来我就跟我老大讲 我说 我说这个老爸要开一个新的频道 你看看我到时候究竟能有多少粉丝 所以呢 为了支持我这个频道 希望大家如果是第一次看的话呢 请订阅我这个频道 然后呢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一旦有新的这个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就能够收到啊 管着我这个节目呢 就是闲扯胡扯啊 扯来扯去的都是我这三十来年 移民美国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经历啊 和一些小的故事啊 那么我一般是不涉住政治的啊 没有政治上的话题 多说是移民啊 旅游啊 生活啊 留学啊 做生意啊 怎么挣钱啊 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节目 所以为了能够 这个这个给我的女儿啊 到时候过两月的时候 我给她看一看 我说你看看 这个老爸的这个频道上 这么快有多少人 来看我的节目啊 他也是跟我说了 你的节目是不尊啊 有我的形象的啊 就是不尊我 分享他的什么照片啊 什么的 他说 他的照片都是有版权的 都是有版权的 而且还告诉我 如果我的节目呢 要使用别人的音乐的话啊 这个别人 这个 这个写音乐的人一定要知道的 别人写音乐也是有版权的 你看我们家小孩啊 他对这个版权是非常在意的啊 因为我经常有时候 发一些微信啊啥的啊 或者拍一些邻居家小孩啊 然后他们在一起玩 然后发 他说这都不允许的啊 你没有获得别人的同意 是吧 因为我家小孩 他现在稍微大了 比较懂事 所以他就说 你的微信 朋友圈里啊 是不能发我的照片的 所以我现在微信里 是没有我们老大照片了 因为他不允许我发啊 他偶尔的时候 在他妈的电话上会查我的 查我发微信 看有没有他照片 但是我们家老二现在还小 老二还小 他基本上还还说OK 他说我可以发他的照片 所以呢 我今天就闲扯了啊 谈一谈我这两个月的一些感想 反正我也没有多少粉丝 我倒是希望呢 我倒是希望啊 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能有一千个粉丝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那么也有朋友问我 说你这个频道挺奇怪啊 为什么叫表叔砍事件呢 为什么叫表叔砍事件 而不是叫一个其他的名字 我说说实在的 我也不知道取什么名而好 因为我现在不是在投资 做这个手表的品牌吗 所以我反正我岁数也不小了 是吧 五十多岁了 所以我就说 干脆就叫表叔砍事件吧 就是胡砍嘛 对吧 砍大山嘛 因为我过去是出生在北京的 所以我就说 那我就用这个砍字 而不是用砍 是吧 反正我随便砍 对吧 大家也不要追究 也不要那么认真 是吧 就听我聊一聊 聊了我的经历 那么 后来我就说 我用这个表叔砍事件 这个标题 那这就是我的手表 这是我这个品牌的手表 这款表像搞得像牢力士似的 上面这个土豪金 如果大家喜欢 喜欢的话呢 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 其实这个不是我一个人搞的 还有美国的合伙人一起做的 是以我们这边的一条河流 21岁的林肯 曾经在那河上打工 是以这条河流的名字 取的名 这个品牌 现在呢 也是刚刚做 时间也不久 就跟我这颗油管似的 所以还是需要 大家的支持 需要大家的点赞 那么呢 在这一段时间里呢 因为 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做 所以我每天呢 就花了点时间吧 花点时间呢 然后就 每天放两三个节目 上这个油管 涉及的 这个面呢 基本上还是集中在留学呀 移民这方面 因为 这个大家对移民还是很感兴趣 所以呢 我会把自己移民美国的这个经历啊 和遇到的一些问题都会不断的录制一些视频分享给大家 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呢 我琢磨出来的算是一个还过得去的这个成功案例吧 因为不像后来来的新移民 动不动一来就现金买房 我有很多朋友 从中国来的最近几年来的都是哎呀 在哪儿买房啊 说总啊 那个我想在加州 我说加州房子很贵啊 没关系这个多少钱啊 我说要更好一点的起码就两百万以上啊 对不对 在尔湾啊 洛杉矶之类这些地方 那差一点的话那就哎呀一百万就比较差了 是不是 不好意思啊 那个我我指的是那种啊 独立住宅啊 因为也有朋友 我有朋友 他是买的那种连体别墅 连体别墅呢 相对来讲要稍微便宜一点 啊 那么现在近几年来的出来的朋友都挺大手大脚的啊 对我们都就是哇 几百万买个房子在西雅图是吧 西雅图或者是洛杉矶甚至在纽约长岛是吧 都是几百万几百万就这么现金就买了 哎 然后开车都是什么豪车 是吧 都是BMW奔驰 然后我现在还开的是克莱斯勒的 来了美国混了30年 人家 嗯 还不知道BMW是啥样的 哈哈 所以还是开的美国车啊 我还是喜欢美国车 美国车我觉得挺舒服的 而且美护成本也比较低 那么我现在就是说每天做了做了两个月了啊 每天呢有这个两三个节目 我估计我这个上传的节目啊也有60个了啊 虽然没有具体统计过 但是呢最近最近这个28天左右吧 他的这个浏览率还是挺高的啊 浏览率还是挺高的啊 虽然就是说订户呢 还是比较少啊 才不多 也就两百二十人 两百一十九人 应该是两百一十九人 我录制这个节目之前是两百一十九 所以希望你看到我这个节目能够立马订阅啊 让我突破 让我突破两百二十人 好不好 那么在未来的这一两个礼拜啊 我还会录制很多比较热门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美中关系未来会怎么样 对吧 还有美国的参议员啊 众议员他们是怎么看美中关系的 因为呢 我呢 从事这个美国共和党政治啊 已经很多年了 跟这个美国国会的参总两院 这些大佬呢 还是有些关系的啊 我经常为美国的参议员 众议员筹款啊 前不久呢 还为这个美国这个川普总统的 这个特别助理啊 白宫首席医疗官 Ronnie Jackson 帮他筹款啊 因为我就帮他在 这个这个 这个支持他的这些美国人 或者是华人当中啊 帮他筹集竞选经费啊 那么 目前我支持的 有好几个参议员啊 好几个参议员 所以都在帮他们的忙 所以呢 我就是能够非常的直接的了解啊 他们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啊 所以我在最近吧 我可能会做一 做一两集这一方面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呢 我呢可能也会 更多的 讲一些我个人的故事 我通常把它的标题 取为我的故事啊 所以大家呢 如果有兴趣 可以翻一翻 我过去这两个月 录制的一些节目啊 希望你能够喜欢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 帮我点赞啊 给我留言啊 那么呢 我今天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吧 就是说到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啊 现在是五月份吧 五月份 现在还有 实际上还有 七个月 是不是 七个月 也就是六个多月吧 这么说六个多月 我是希望 让我的这个粉丝啊 能够达到一千 如果能达到一千 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所以呢 欢迎你订阅我的节目啊 打开那小铃铛 你来跟我一起来见证一下 今年年底 我能不能实现我的这个目标啊 如果能够实现 那肯定由您的功劳啊 由您的功劳啊 另外呢 在这个 今天的这个啊 两个月的纪念日 的这个视频的最后呢 我还是给我自己们 自己的这个手表品牌啊 做个小广告啊 那么我们呢 这个手表呢 是每一款手表呢 讲述一个美国的历史事件 或者美国的历史故事啊 表的品牌的名字呢 叫Sangamon Sangamon就是S-A-N-G-A-M-O-N Sangamon啊 是我们这条河的名字 这条啊 这条河实际上是 经过伊利诺伊河 然后连到密西西比河 一直到美国的南方 那么林肯在21岁的时候 他贫困潦倒 所以他自己呢 和这个 一个堂兄 还有一个朋友 他们自己动手 建了一艘平底木船 然后通过当岛爷 把这个我们这儿的 这些产品啊 就是商品啊 通过这条河 一直运到美国的南方 他就是在这个 经历的过程当中呢 了解到 美国南方黑奴制度 如此的黑暗 所以他立志呢 他立志呢 他要自学法律 希望通过法律 能够改变美国当时的现状 所以这个过程 是非常的立志 这个过程呢 和他的故事 也一直激励了我 和我的合伙人 我们两个都在这儿 我的合伙人在这儿 是第六代的美国农民 在家里有一千多英亩 也就是相当于 七千亩地的大农场 自己家族的 自己家的 所以我们俩呢 就是通过了解这些 然后呢 后来发现 我们这个城市啊 曾经在1868年的时候 有一家 到1929年 有一家在美国 非常大的表场 叫伊利诺伊治表场 曾经聘用了1200多人 辉煌的时候1200多人 后来背着了 那个汉密尔顿 给收购了 收购了以后呢 在1930年代 经济大衰退的 大萧条的时候呢 把这工厂关掉了 我们了解了 这段历史之后呢 我们决定 我们希望能够传承 这一段文化 传承这一段的历史 所以我们就 就就就投资 搞了这么一个 叫做 Segman Watch Company Segman这个手表厂 这个制表厂 制表公司 表页公司 三个名表页公司 中文 那么我们每一款的定位呢 就是说 讲出历史的故事 我们第一款 这个正装表 这是个正装表 就是说 穿西装 戴起来是比较好看 它有好几款 那么这一款呢 我们管它叫做 新起点系列 新起点系列呢 这个叫林肯之河 这一款 那我现在第二款呢 经常我在我的微信上 也发 它是那个叫做 自由系列 是一款军表 纪念这个第二次十一大战 诺曼底登陆 在奥马哈 奥马哈海滩上登陆的 那些牺牲的美军 当在奥马哈那天登陆啊 就是1944年的6月6号 登陆的当天呢 在奥马哈海滩上 死掉了2400多士兵 所以呢 我们那款表呢 叫做自由系列 奥马哈海滩军表 那我们下一款呢 是一个运动款啊 就是运动款呢 是这个 纪念美国的母亲路 这个比较有名的一条公路 叫66号公路 那么这第三款的表呢 今年秋天能够出来 是一款这个运动型的 主要呢 就是说 迎合 66号公路粉丝 比如说那些 骑哈雷摩托车的 对吧 开老爷车的 他们都很喜欢 这个66号路 了解美国过去的一些历史 这个那个 西皮士年代的那些历史和文化 挺吸引人的 目前这条公路 吸引很多国家的人 包括很多中国的 这些摩托车爱好者 哈雷的爱好者 很多朋友都从北京 从上海他们过来 就从芝加哥 一直延着这条公路开下去 途经我这里 在我这里 那么我们第四款表呢 是纪念这个航空 美国这个航空的这个 电机者 怀特兄弟 怀特兄弟的这段故事 也是非常励志的 非常的励志 其中一个兄弟是 其中一个兄弟是耳朵一点龙 所以他不爱说话 那么也没有结婚 但是呢 他们是真正的美国航空 现代航空业的电机者 所以我们呢 这个第四款表是航空表 航空表 那我们的手表的机心 全部是采用日本的机心 无论是机械机心 像林肯之河市 还有这个母亲路 这个66号公路表呢 是日本的这个机械机心 这个自由系列的 这个奥马哈海滩军表呢 是十英级心 定位呢 都是属于这个中党价位的定位 就是上就是几百美金 几百美金一块表 那么换成人民币的话 像我们这个军表吧 也就是一千多人民币 一千四人民币 那林肯表呢 可能是三千多人民币 三千多人民币 那个公路表 66号公路表 我们还没有 价格还没有定 每一款表都是限量的 通常都是五百支 或者是三百支 是这么浓 虽然我们的本业 不是做手表 但是我们都很感兴趣 我每一次出差旅行 我一年都买好几十块表 买 到处买 日本表 德国表 中国表 瑞士表 买了后来就实在说 哎呀 有这点钱 还不如干净自己做牌子 是不是 也就是 从一个爱好 就变成了创业了 所以我现在是创业者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关爱 多多的支持 好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闲扯到这儿 我这两个月做 这个油管视频的一些小的感想 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实现梦想 这样呢 我哪一天就跟我的女儿说 你看看 老爸还是挺零的 是不是 粉丝不是那六个或者八个 是吧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改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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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